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苗 歡迎收看第53集台北百科全書 這一集我們來做公益 幫柯文哲主席整理他的帳本 我在三年前就已經跟他講過 金華城的案子有問題 之前在議會的時候也質詢過相關的題目 包括雙城論壇 包括城市博覽會 都有所謂的濫用預算 規避議會監督 用到不對的帳戶科目的這些狀況 當時柯文哲完全不理 他的支持者也覺得我們議員都是在找麻煩 台灣人有一個說小小頭頑部大小頭頑鼓爛 等到他離開台北市政府 又沒有議員在監督他的時候 他的政治獻金的帳 就真的直接墮落變成了一團亂了 現在甚至出現假帳的問題 首先我們先來了解什麼叫政治獻金 捐款進到政治獻金帳戶裡面之後 政治獻金帳戶再有支出 對於政治人物來說 政治獻金法有兩大緊鼓咒 一個就是收錢期間限定 一個是花錢用途限定 就是你只能夠在投票日的前八個月 開設政治獻金帳戶 如果是非選舉期間的話 是不能夠收政治獻金的 政治獻金要花錢要用錢的時候 比如說50萬的進總裝潢費 通常這種大額的支出 我們一定會要求要先看到單據 只有發票或是收據 才是監察院接受可以報帳的單據 單據給我之後我才會付錢 第三步是登帳 在這個登帳最重要的一步 其實是你要把它輸入監察院的系統 每一筆支出都要輸入 就算你只是買一罐20塊的礦泉水 你也都要輸入 交易的日期 交易的對象 這個對象必須要有 店名 筒編地址跟電話 至少三選一 交易的金額 買什麼東西 買什麼服務 都要直直細細的登進去 不是說輸入之後就結束哦 因為政治獻金法裡面規定 如果你的政治獻金帳戶收到了 捐款大於新台幣1000萬 必須要請一個會計師來幫你做簽證 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來理解 簽證就是檢查的意思 你登帳之後 監察院就會輸出一張帳目的支出傳票 在支出傳票上面 你要黏貼原始憑證 讓你的會計師去比對 這些原始憑證 是不是符合你所輸入的內容 比對完都符合之後 會計師會把你帳戶的數字 再做一個比對 也就是說 第一他要檢查你的募款收入 是不是符合每一筆你的存折裡面 存進來的錢 然後他要比對你的競選支出 兩個符合之後 收入減掉支出 他會有一個餘額 那這個餘額必須要完全符合 銀行帳戶的剩餘 再加上你手邊沒用完的零用金 差一塊錢就不行 這個就是政治獻金的標準做法 剛才我們不是講過 政治獻金有兩大緊箍咒 很多人覺得很不方便 很不方便的時候 有人就會成立基金會或協會 因為你選完之後有剩下的錢 按照法律規定 可以把這個錢捐給你的基金會或是協會 第一個 基金會或協會隨時都可以收捐款 所以就沒有捐款期間限定的問題 第二個 支出 不用再申報給監察院 所以也沒有限定用途的問題 那你會說這樣子是不是有灰色地帶啊 柯文哲就曾經批評過基金會跟協會 政治人物基金會會像是魔界一樣 全台灣政治人物 跟柯文哲同一個等級的 哪一個沒有基金會或協會 絕不成立基金會 非常的水鬼啦 那只是時間過得很快 過了這些年下來呢 柯文哲已經帶上魔界 因為他旗下呢 不但已經有一個基金會 甚至還有一個智庫 他還打造了一個 加強版魔界 什麼是加強版魔界呢 我們今天就要從一切故事的開始 Biak Kong的開始 就是一間看起來很奇怪的公司 木可公司 首先聽他的名字 你就會覺得很微妙 好 因為木可就是柯嘛 他的地址 在南京東路3段261號2樓 這個地址叫做台波大樓 木可公司有什麼鄰居呢 第一個鄰居是柯文哲的基金會 第二個鄰居是柯文哲的智庫 同樣都在這個2樓 3樓呢 就是民眾黨的總部 以及柯文哲的辦公室 所以這棟台波大樓可以說 就是一個KP園區 那為什麼我們說這個木可公司厲害呢 他的負責人叫做李文娟 就是柯文哲的財務長李文忠的妹妹 李文忠是柯文哲的高中同學 李文忠也是柯文哲當市長的時候任命的台北捷運公司董事長 李文忠更是柯文哲競選總統的時候的財務長 而且還有一個更深的緣分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南京東路三段261號2樓 這個木可公司的地址裡面 還有另外一家公司叫做智瑶資訊傳媒 他的負責人叫柯富瑶 他是柯文哲的親生兒子 他在今年5月份的時候成立智瑶資訊傳媒 所以這個木可公司跟柯文哲不是剛好做鄰居而已 而是一家人 那這有什麼問題 問題就在於 木可公司從柯文哲的政治獻金裡面 領了3963萬 這邊這個就是木可公司從柯文哲的政治獻金裡面 領的錢 我們把所有的金額全部加總 大家看到右下角 減掉返還給他的100萬之外 總共就是3963萬 而這3963萬裡面 有很多是關於柯文哲製作競選小物 把柯文哲跟他買商品的錢框起來之後 總額高達2000萬 候選人很多都有小物 標準的做法有兩種 第一種我覺得最標準 我自己採用這種做法 我設計完小物之後 去跟廠商製作 製作完之後 我花一筆錢 跟廠商把這些小物全部買斷 有人捐錢給我之後 我就送他一個小物紀念品 然後我開一張政治獻金收據給他 第二種做法是什麼 比如說一些選到總統等級的 賣小物賣很多啊 他管不了這麼多事情的 他就是直接把自己的商標授權給一個民間的公司 讓民間的公司可以去製作關於他的小物 然後重點來了 這個民間公司要贏虧自負 但是柯文哲呢研發了最奇妙的第三種做法 柯文哲跟木可買斷了2000萬的小物 可是相應的捐款收入 卻沒有呈現在他的政治獻金的帳上 你給了木可這麼多錢 為什麼這些販售小物的收入 是進到木可的帳上由木可開發票呢 那這樣子的話不是一包咖啡賣兩次嗎 這包咖啡又賣給你了 然後這包咖啡又賣給小草了 他從你的政治獻金裡面拿了錢 小草又付錢給他 所有的錢都往木可集中啊 外界在質疑這個木可公關行銷公司 為什麼拿了柯文哲總部的4000萬 柯總部拿了這些小物當贈品之後 相應的募款金額 卻沒有如實的去呈現 第二個奇怪的是這個授權金 這4筆授權金加起來有1300萬 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啊 授權什麼 我把我的商標授權給你 我還付錢給你 我是潘娜嗎 我知道很多人會說 這個志涵已經解釋過了 對 志涵說啊其實不是授權金啦 這個授權金是管理費啦 木可公關行銷幫柯文哲管理這批小物啊 小物很多要倉儲 要物流 太麻煩了 所以他們付了1300萬 請木可公司幫他們管管這批貨 這個說詞我有兩點要吐槽 第一 授權金跟管理費可以寫錯 這個小學有沒有畢業 第二個我要吐槽 你的授權金加買小物 總共2000萬 你花1300萬去管理價值700萬的貨 這個腦子是不是有問題啊 而且最好笑的是 在柯文哲競選期間 他的客服管理 是另外一家叫做麗鼎公司在管的 今天木可公司前前後後 已經從柯淨辦拿到將近4000萬的金額 而他下面分包幫他做客服做物流做管理的麗鼎公司 有沒有拿到錢呢 2023年12月9號的時候 麗鼎公司就公開的在網路上po文說 沒有拿到錢 木可公司跟麗鼎公司談說要來做阿伯小物 這個麗鼎公司因為他是柯粉 所以他義無反顧做一次 花了1300萬把阿伯小物通通做出來 而且記者會也開了 阿伯都穿著拍照了 結果木可公司說我沒跟你簽約 我也不付給你錢 所以在選前麗鼎公司只能自行舉辦跳樓大拍賣 1300萬是什麼樣的數字 就是柯文哲給木可的授權費 麗鼎公司他的貼文裡面有一句很有趣的事情 他說麗鼎公司有一位李婉軒女士 代表他們洽談說要做小物 那厲害囉 我們在柯文哲的帳本裡面發現一件事情 李婉軒的薪資是由柯文哲的淨總在支付的 從10月11月12月到1月選完之後2月還有再領錢 總共領了將近48萬9千元 李婉軒領柯文哲進辦的錢 可是他在外面走跳的時候 他是木可公司的代表 這不就是我們最討厭的 黨庫通私庫嗎 因為木可公司是一個民間公司 怎麼會是你的政治現金小草的血汗錢 在付這個木可公司的人事費 那木可公司還需要經營出錢嗎 不用啊這個公司營運的成本由政治現金來支付 這公司賺錢了之後還是留在這個公司啊 所以所有的錢都跑到木可公司來集中了 而這木可公司跟你當鄰居 你老婆的人頭公司也跟他同地址 然後木可公司的負責人是你財務長的妹妹 這個就已經完全的從灰色地帶快要走到黑色了 但是你會說 這有幻滑嗎 沒有幻滑 確實到目前為止很多都是屬於道德層次的 但是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來了 由廠商否認交易 這你要創意行銷承包了柯文哲很多的活動 林林總總啊 從柯文哲的政治現金的賬上拿了3500萬 另外還有一家叫做十樂公司 他幫柯文哲辦造勢大會跟轉播費 總共有2500萬 為什麼十樂會被挑出來問 因為台南造勢場地費竟然要470萬 桃園造勢場地費要450萬 各位啊 樂天桃園任養桃園棒球場一年只要350萬而已 更奇怪的事情來了 尼奧公司跟十樂公司在被問問題之後 他們發了一個聲明稿 十樂公司聲明稿 112年12月20號新台幣500萬元宣傳廣告費 不是本公司承接的業務 但是這是柯文哲報給監察院說 他們有付這500萬啊 這不是太奇怪了嗎 來尼奧創意行家8月12號的聲明稿 12月20號新台幣210萬 以及200萬宣傳活動費用 都不是向本公司支付的 跟本公司無關 所以尼奧的這兩筆 加上十樂的這一筆 總共916萬 廠商說沒有收到這筆錢 為什麼你會告訴大家 你的政治現金有這個支出 總共916萬 大家問 錢呢 那引爆了之後呢 柯文哲就說他要大查賬 財務長李文忠 看一下李文忠怎麼講 那我現在在這裡 非常負責任的跟大家報告 我完全不知行 他在記者會上說 每一張單子都是他親自簽合 但是他可以很負責任跟大家報告 他完全不知行 這個記者會啊 真的是越開問題越大 第一個 他們說啊 有漏報、誤報的支出 總共1817萬元 還有我們檢查了 41萬以上的申報單據啊 我們實際上還有15筆支出 花了1817萬沒有報 我們才沒有貪污 那為什麼會有這916萬的賬呢 是因為 會計師說時間來不及 所以漏報 便宜心事 把漏報金額擅自調節 漏報的2000萬啦 總共分9筆申報 為告知進總 自行將短差金額申報至 十樂尼奧木可等公司 好 我問題來囉 第一 你不是整理出17筆 漏報誤報支出1817萬嗎 那為什麼你投影片才過了兩頁就通膨 變成漏報2000萬 才過兩頁投影片就兜不攏 這到底是在搞什麼 而且第二個 政治現金很等事 募款收入減競選支出 要等於賬戶的剩餘加剩餘現金 賬戶投票日當天一到就立刻凍結 你的純布上的數字不能改也沒辦法改 那你手邊剩餘的現金最多就是幾萬塊嘛 所以你的募款收入減掉競選支出 你要合乎你剩下來的錢的時候 你有2000萬的競選支出 會計師沒有報 你有2000萬的支出沒有記帳上去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捏造去填這個洞 你也要填2000萬的假帳進來 那我們剛才有一個很簡單的數學 石勒尼奧3筆否認的交易加起來是916萬 2000減掉916 是不是還剩1100萬左右 請問你那1100萬的灌水是灌在哪幾條帳上 我就問這是你們自己的投影片 我再給大家看喔 他們列了這十幾張單據 來 這是第一張單據 小物定金徽章沒有發票 下面的單據是匯款單 沒有發票可不可以報仗 不可以 接下來他的第二張也沒有發票啊 第四張更好笑 他直接在上面用鉛筆寫 缺發票 80萬 沒發票你敢付80萬 然後還有這個 黃珊珊少報50萬 什麼意思叫做少報50萬 不是400萬嗎 你為什麼不報 少報50萬去哪裡 莫名其妙 你們自己開這個記者會把動越筒越大 所以今天不是檢調搜索 木可公司搜索總部嗎 這件事情很正常 因為他們開這個記者會自報一堆假發票的問題 帳目不清的問題 如果檢調不去搜索的話 那叫做獨職 所以現在外界來問說 你還有哪些假帳 結果今天不得了啦 陸陸續續假帳都被翻出來啦 我給大家看 這個時間公司 林林總總跟柯文哲領了1000萬 民眾黨的人出來解釋說 他們做一部影集叫做 柯P國事論壇 就是柯文哲坐在那邊 對著鏡頭 講述他的政見理念 做14集這種節目要1000萬 這個事情一出來 我的導播馬上會哭 一集要70萬啦 柯P是不是買貴啦 再來看 最貴的 大愛素食天地 96萬0.220元 一個便當100塊 可以買9600個便當 不知道吃到哪裡去啊 這真的太有趣了 我想給大家看看 他們怎麼樣回應 96萬的素食便當 這個帶語文 他說是 兩張單據 一張960 一張110 960加110 等於96萬0.110元 各位我覺得這讚的 如果說我們的財富 也都可以這樣就好 這樣每個人都會變得很有錢 那另外那個 陳智涵他在直播的時候 講了一個 無敵有趣的理論 我剛請同仁去把那個 那個評證找出來 又是爆錯 你知道我那時候他96萬餐的時候 我就想說天啊 怎麼會有96萬餐廢 一天吃幾個人的便當啊 結果後來一查 竟然又是無保 其實是好像9萬多 大乘96萬 好所以就是說 你知道有這麼多的 你說低級錯誤也好 不該發現錯誤也好 會讓我被這個段目真害死 我真的覺得 好啦 到底是 960加110等於96萬 還是陳智涵說的9萬多 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一張單去 就可以有兩種說法 960加110會等於96萬 那就是 霧天跟 特南克斯 合體之後變成 霧天克斯 會計有這種了嗎 無法理解 好不好 無法理解 最後跟大家講一趴 加強版魔戒的事情 為什麼我說是加強版魔戒 基金會跟協會要解散的時候 如果有剩餘的錢 是必須要交給公庫變成國家的 那好 公司要解散的時候 如果有剩餘的錢 他是可以把這些剩餘的錢 還給股東的 所以 公司的錢是可以通到股東個人口袋 那我們現在就要問一個問題 請問木可公司的股東有誰 我們現在只看到他的負責人是李文娟 是李文中財務長的妹妹 那其他的股東呢 其他的股東有沒有柯文哲本人 或他的親友在裡面 如果有的話 這代表木可公司賺錢的時候 柯文哲跟他的親友也可以賺到錢 你說這是不是一個加強版魔戒 而且今天甚至發生一件更好笑的事情 木可公司遭到檢調搜索 李文娟負責人 一整天都在檢調那邊被詢問 結果在負責人不在的時候 木可公司竟然委託律師發表了一篇聲明 說是一切合法 那我就問這篇聲明是誰叫律師發的 你的負責人不是還在檢調那邊嗎 是誰指揮木可公司發這篇聲明 禮拜一的時候 民眾黨發言人吳怡軒 還幫木可公司宣讀一個聲明說他們要解散 吳怡軒是木可公司什麼人意 憑什麼幫一間民間公司宣布他要解散 縱觀這點是試試看的 我的感想就是草包大集合 根本沒有一個人很認真的想清楚他們到底要怎麼解決這件事情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簡短的說明 如果想要收看我的質詢影片 或是了解其他時事分析 歡迎追蹤我的YouTube頻道 也可以follow我的FB 或是加我的LINE 第一時間讓你獲得最新資訊 大概是之前的 我之前在那裡也沒用